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到宜兰头城这家无菜单餐厅 由于老板简尾制的妈妈是鱼饭 所以总是能够在第一时间拿到最新鲜的一个鱼货 像这道店里头的招牌菜叫做避风糖炒蟹 香气浓郁而且滋味咸香 蟹壳里头藏的是黄沉沉浓醇饱满的蟹膏 吃起来相当的过瘾 另外用鹅啊用火龙果还有木拉皮等等 很多的海鲜好料做成的创意海鲜泡饭 味道很特别让海鲜口感更多了一份层次 除了美食之外餐厅旁边是一大片的无敌海景 用餐的气氛很轻松 这家店吸引了很多人呼朋饮伴一起来聚餐 我每天来这里就拼我最新鲜的 我们餐厅要用的还有我们自己的餐位要用的 我们喜欢我们更漂亮的最新鲜的 比方更漂亮的 妈妈吴月娇在鱼市场摆摊卖鱼二十多年 儿子简伟志则是餐厅老板 母子两对海鲜都超规模 妈妈本身就是鱼饭 所以我很信任她在帮我比的鱼货 她已经做了二十多年 她经验比我还足够 对 所以变成说我很信任妈妈在比的货 她自己也有在鱼饭市场贩卖 所以她变成天埔的鱼货 就分成两滴 一滴就是给我们 一滴就是带到市场用的 所以我们第一在用的东西 你看流传这么多 一进来我们就拿得到 所以是最新鲜 新鲜零食叉 回到餐厅里 简伟志在厨房大展身手 新鲜中卷 简单串烫十秒 再干煎 滋味最鲜美 只煎的时候 我都是煎一面而已 一面让它的香气有出来 让它另外一边 它还要保留它的原味 撒上玫瑰盐 就能吃出中卷的鲜甜味 厚实又弹牙的口感 沾点日式烤肉酱 滋味层次更丰富 而日金毒酱油一起搭配 也别有一番风味 一道中卷三种美味 让人每尝一口 都能有不一样的味蕾享受 在地人 口诚的朋友带来的 他说好吃 我也说好吃 大家都说好吃 经过高温油炸 刚从大吃鱼藏 采买回来的红群 碰香起锅 接着与蒜头 辣椒一起翻炒 再撒上进口香料 增添香气 有三种那种西餐进口的香料 然后正常的一些蒜头酥 新鲜的蒜头跟一些油葱 跟蟹一起翻 有其他特殊的详细 跟正常的义丰糖吃起来的味道 会比较不一样 一上桌 红薰香气浓郁 滋味咸香 蟹壳里黄澄澄浓醇饱满的蟹膏 让人吃了超过瘾 蟹膏很丰富啊 很香啊 蟹膏的很香啊 这次也是很肥啊 蟹肉鲜甜 接下来登场的 是每桌必点的海鲜锅 明朝活跳跳的活鲍鱼 扭腰百臀活动力十足 搭配浓醇顺口的牛奶汤底 喝得出海鲜和蔬菜的鲜味 而五花肉片软嫩不柴 顺背肉质鲜美具有咬劲 汤头的话 我觉得它的牛奶味很浓郁 然后又有海鲜的一些鲜甜 那喝起来是蛮滑顺的 蛮顺口的这样 除了那个牛奶香 那个海鲜的鲜 那个都融合在一起 觉得很棒 很新鲜 这间无菜单餐厅就位在宜兰投城 户外一整片的无敌海景 可以远眺回山岛 是许多冲浪者的天堂 76年次的老板简伟志 当初因为爸爸过世 为了就近照顾母亲回到互相开餐厅 用在地海鲜做料理 就连店里的蔬菜也都用奶奶自己种的 我们厂长都会用阿嬷种的蔬菜 融入到我们的食材里面 不一定会有什么青菜 只是看阿嬷她兴趣种什么菜 这个季节有什么菜 我们就把它融入到菜色里面 朱葱这个是阿嬷最用心在种的 你看它都会有保利荣这样站着 是为了怕它倒掉 要让种出最漂亮的青菜让客人做食用 当季食材融入到孙子的菜单里 高龄八十多岁的阿嬷乐在其中 对了 我要让我开心 每个人客人听说 阿嬷你煮的菜真好吃 这样就很难吃 产地到厨房邻居里 简伟志准备好的食材珠葱 接着料理他的拿手好菜海鲜泡饭 不只有布拉底 鹅啊 海菜等好料 美味关键可不能少了这一味火龙果花 这个火龙果花 它有丰富的焦虫 它有它的粘稠性 所以我们要先把它焦虫汤里面 让它滚一下 让它把它的酷酱分子 跟它的那种粘稠性 它的粘稠性把它吃出来 最后再点缀阿嬷仲的爱心朱葱 有着特殊香气 咬上一匙吃得到满满好料 让人一吃就停不了口 我觉得这个海鲜粥 它吃起来就是有一种回甘的感觉 因为它这个海鲜粥里面 可能加了一点布拉肥 所以布拉肥吃起来有点甜味 于是我吃了好久 来这里用餐欣赏海景风光 成了许多人聚餐的新选择 虽然才短短开业两年 但靠着无敌海景新鲜海味 迅速成了宜兰无菜单餐厅的 后期之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海鲜